回收废旧电池练签这个行业呢 在泰国到底能不能干 前几天呢有一个老板付费 让我来帮他考察一下 让我考察主要是原料问题 就是废旧电池 其中包括这个摩托车电池 还有汽车电池 这边电动车还不多 所以电动车的电池很少 我问了比较熟悉的两家修理店 一个是修理摩托车的 一个是修理汽车的 那他们给的回复呢 说是在甲米这个地方 每个月月底 其实都是有公司的车专门来收购 这些废旧电池的 一个摩托车的小电瓶呢 他说大概二三十株 三四十株就收走了 一个汽车的那种大的电瓶 他说大概两百株到四百株之间 具体看大小 然后我问他 我说那这是收破烂的收走的 还是没收走的 他说实际上在甲米这样小地方 都有三家公司在竞争回收这个 废旧电池 而且这三家呢 都是那些大品牌的代理商 他们本身就是卖电池的 而且他们也在做电池回收的业务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终端是卖给第三方工厂 回炉再造 还是自己本身就有这个工厂 收冶炼再利用 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想知道 等到我下次这个调查报告出来以后 再给大家分享 谢谢 拜拜 拜拜